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毕业自蒙加拉首都的达卡的美国国际学校 去年转到UC Berkeley深造 修读经济系 他上个月开始在达卡的一间银行做暑期的实习生 不过上周五他在预袭的餐厅中与另外20人被恐怖分子杀害 Jane的好朋友 室友 印度驻旧金山的领事 以及南亚的亚裔的社区的组织代表等几百个人 周二的中午聚集在UC Berkeley 吊念世事的Jane 认识前的朋友都表示Jane是一个有善 聪明又有上进心的少女 宿舍的朋友说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塔利西让我试穿了很多她的沙利 也谈及了她的未来和印度式的婚礼 我追踪了她的Facebook的贴文 又Google搜索了她的名字 才知道她的死讯 她受人爱戴 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 UC Berkeley 的校长说 我虽然没有有幸遇到塔利西 但是我了解她很多的事情 知道她的为人 知道她马上会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她的真诚反映了UC Berkeley 的理念 另外UC Berkeley 的TenCenter 的医生 也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 驾驶人在公路上开车 难免会遭遇到或者看到野生动物被装死的情况 您知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 全加州最致命的公路是哪一条呢 根据一项野生动物在公路上不小心被撞死的研究发现 全加州对野生动物来说最致命 也就是最常见发生野生动物被撞死的公路 就是在森河 西纳到旧金山的280号的公路路段 这项调查是由加大 Davis 分校的道路生态学中心所做的 发现去年加州发生的70万宗的公共交通事故当中 有6000宗是涉及包括陆河 山狮在内的野生动物 除了湾区这段280公路 其他对野生动物的危险的路段 还包括 Davis 到 Sacramento 之间的80号公路 以及雷塔号北部的89号公路 该中心建议要减少野生动物车祸的身亡 可以通过驾驶人减速 设立警告标志 以及协助野生动物过马路的设施等等 好了 本期节目就播送到此 喜欢朋友下期谈论时间 我们再见